第七题这题我在上课的时候补充一下 我当时上课的时候说到那个CAN植物或是C4植物 二氧化碳呢是被一个三碳的酸 接收变成一个四碳的酸对不对 那我上课的时候这个三碳酸 我称它叫丙头酸 它其实是丙头酸没错 但它有些变化 所以它其实真正的 真正来讲这个丙头酸并不是一般的丙头酸 它叫做磷酸吸醇丙头酸 英文简写PEP 它是个三碳的 它接收二氧化碳变成四碳酸 这个四碳酸是谁呢 就是草溪乙酸 Oxaloacetate就是它 那就储存起来咯 对不对 所以刚好这边出现的PEP 就是我上回有补充的 好那我们来看看 它固定二氧化碳后产生的第一个化合物 不就是剑头指的这个C4四碳酸吗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草溪乙酸咯 所以答案是草醋酸 草醋酸就是草溪乙酸 草溪简称草 乙酸就是醋酸 就是草醋酸 草溪酸就是草溪乙酸 它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四碳酸 是它哦 它有可能再转变成另外一种四碳酸 叫做苹果酸 但是其实第一个形成的是草溪乙酸 所以答案得选草溪乙酸 C4或CAM 第一个固定下的四碳酸 就是草溪乙酸